也是热闹滚滚 为了拼人气 今天还有2008年总铺师冠军 一个棕破塞第一名的厨师 直接在现场 教婆婆妈妈们怎么样挑年货 做年菜 详情如何要连线记者无听一 这个主播农历年就快要到了 不少家庭主妇是准备到迪化街来办年货 可是年货要怎么买呢 最新鲜呢 是让很多人非常的苦恼 不过今天呢 曾经在2008年拿下棕破塞大赛的冠军师傅 特别来到了迪化街的年货大街 来教大家怎么办年货 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以他这个色泽的话 是最自然最鲜艳 外表摸起来不会黏黏的 不如那个盐霜 他竹参方面的话 像他这个看起来就是不会太白 也不会太黄 没有漂白过 不管是过年常买的干贝或是竹参 沈师傅都一再的提醒买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颜色 如果是太白或是太黄呢 那么这些产品呢 很有可能有人工的添加物 至于乌鱼籽的时候呢 买的时候最好是先拿到灯光下来 看一看颜色是不是透明 如果上面呢 有一些些的血丝呢 才是真的的乌鱼籽 另外呢 主厨也在现场大秀他的好手艺 教民众怎么来做好吃的年菜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还给我们的主播 好 感谢今天这个上午的最新现场 还有啊 这个各个县市现在啊 要抢消费券商机 可以说是各出其招 台中市长胡志强呢 就宣布消费券在台中使用 可以摸彩 最大奖 哇 真是吓人一大跳 50瓶豪宅 详情联系记者朱显明 主播消费券的优惠大战的中部四线市呢 打得非常的火热 不过呢 台湾市呢 是拔得头筹了哦 因为今天呢 是把汽车 豪宅呢 还有机票的 所有的奖品呢 全部秀出来 展现在民众的面前哦 同时呢 事实上也强调说呢 这些奖品呢 全部都只要呢 花3000块的消费券来买东西 就可以参加抽奖 几率相当的高 我们来听一下胡志强的说法 公寓移动房子 第二讲 是三部休旅车 各位看看 全部是休旅车 那么这些厂商 现在是不是确定 还不能确定这三部嘛 对不对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呢 事实上包括了这个轿车呢 以及呢 这个航空公司所送出的台中 杭州直航机票 每张价值三万两千多 还有一栋上千万的豪宅哦 不过大家已经很好奇啦 如果投机客中奖怎么办呢 不过呢 这个有个诞书哦 如果说呢 抽中豪宅的话呢 两年之内绝对不能够变卖啊 这也是呢 送豪宅的唯一的一个诞书 但是呢 只要花3000块呢 就可以来抽奖 同时的奖品 已经大家看到了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样子的 让了所有的民众呢 非常的有信心 可以中奖 主播 许安静之间的合约纠纷闹了很久了 而杨宗伟也因此许久没有露面 不过昨天晚上 他在台北举办了迷你演唱会 外传之让他的经纪人 又非常不满了 打算要请律师全程搜证 不过无论如何呢 先带您来听听他的歌声 很久没露面的杨宗伟一开唱 先来首轻快的英文歌 很久没在台湾出现的杨宗伟 不知道是不是静香情缺 表情动作有点不自然 不过听到熟悉的声音 歌迷依然陶醉 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你对我的声音 是戒不掉的 很喜欢杨宗伟是吗 他的歌是 这个声音头 哇 两个钟头了 78岁老粉丝超级捧场 不过前一阵子杨宗伟 私自在新加坡 举办各唱 已经引起经纪人许安静不满 这回又在台湾举办迷你演唱会 由于双方目前经纪合约纠纷 还没解决 杨宗伟这场演唱会 似乎违反合约 外传许安静打算请律师搜证提告 不过杨宗伟方面不愿证实 中天新闻翁起兵 谢耀珍人 一方SN小组台北报道 这个邮名价 蔡宗伟 好 你 你 的